2023年起,海军将招飞选拔范围从普通高中生和军校毕业生扩大到地方大学生和大学生士兵,并选拔部分女飞行学员。 选拔对象为按照本科EP线或特招线录取的理学工学专业毕业生,其中地方大学生蓄为应届,大学生士兵首先面向海军部队试点选拔。 符合基本条件的对象,可登陆海军招飞网报名,按照初检预选、全面检测、定选录取的程序,参加海军组织的体格检查、心理检测和政治考核。 选拔过程突出飞行能力筛选,全面检测合格的对象将依托地方通用航空机构进行15小时时装筛选飞行,由军地飞行专家甄别飞行前置以此作为选拔录取的重要依据。 舰载机飞行员是航母战斗力的核心,招飞选拔是高数字飞行军官队伍建设的第一道关口,是贯彻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的实际举措。 扩大选拔范围,改进选拔手段,有利于从建设起点优化飞行军官队伍结构,夯实职业发展基础,提高人才培养滞效。 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一流海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人才支撑。